大家好 我 邓慧文 阿輝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心思有人知道 今天上历史课 又是历史课了 温贤老师 你好 艺术你好 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自己讨的 去脸书发说 他要讲台湾海盗跟BL的历史 那篇文章是怎么样的心情写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 在整本台湾历史的解说当中 其实我这是很想要去关怀到一些 我们过去可能不太会关注到的弱势群体 BL 海盗 海盗 因为我们好像看历史都喜欢看那种 光荣伟大正确 我们就是要历史伟人传记 对吧 以前的那种历史观 就是看到被历史定位成英雄的 对 才是我们要看的 是啊 可是很奇怪的地方是 我觉得好像到21世纪 特别是现在以后 大家都会发现这种鸡汤文 或者这种讲伟人传记的故事 好像对我们的人生没什么帮助 没帮助吗 我感觉就没帮助 有帮助的是什么 有帮助的是真正的数 什么的真正的数 什么的传记 大家来想看看 像说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讀财政嘛对吧 这每次都会说 他读财政的 ok 对我是读财政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会看巴菲特的专记 因为经营啊 投资啊 这都很厉害 经营之神 但是我每次只要想着说 人家巴菲特十七八回时 拿到那个资金就是几百万美金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四人就不可能跟他一样 所以你讨论的传记是不好啦 你要知道那个历史或者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那种奖金才是重要 对对对 他有什么主案 有什么条件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这样对我们的精神比较有帮助 顺势你也可以找到 在树里面你每次 比较多的人更险 你会让用什么模式 导致你最后可以走向成功之路 不是说 哦 他这个模式感觉很厉害 这样我就把它复制出来 我就变成傲子的什么人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历史要全面的看懂啦 对 全面的看懂他的因素 从之前几次听老师讲就知道了 对 好啊所以你说 你说你想要关注的不是只有伟人 对 伟大 而且是事后定义的 对 有些那时候还不觉得是伟大 是后来在某一个意义的翻转嘛 对 或者所谓转型正义之后 那个突然变成伟人 是 所以你就说 像很多人对于 其实BL你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boy love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同志嘛 对 其实说实在外 那个时代的同志 跟我们现在认定的同志 又没什么想象 想到没什么想象 不过你说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你已经 我的时光机还没开 你已经回去了 你现在在队了 我现在差不多在面条 大航海时代的末期 大航海时代的末期 历史里面就有对同志的记录 对甚至可能更早 像说 如果说中国列数来说 线条就有很多 线条就有 还是谁在读 什么样的史料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你看实际就有了 实际 司马迁的实际上面就有记录 本身他记录的就是 皇帝一天 皇帝跟他的男朋友一天的故事 有这样喔 有喔 大家去找找看 实际有一个很短的章节 叫做宁信列传 这个宁信 其实就是在说 皇帝跟他的男朋友一天 发生什么 出别的故事 这个下来 这个下来 皇帝没有叫他这一篇要拿掉 所以说实际在汉武帝的时代 没什么更公开 因为里面他下来的阵势是 像说汉高祖刘邦 还有一个男朋友的吉儒 后来他的小孩汉慧帝也有 甚至叫汉文帝 汉文帝是很好的皇帝没错 但是也是有一个男朋友的灯通 他六甲汉武帝 汉武帝更加清菜 汉武帝跟他们母的 兄弟 都有关系 所以他是bisexual 就是双性恋 有母 还有男朋友 本身他的时刻在做隐晦 像说他说 他们实则通作 情则通习 只感觉到中央 睡觉就感觉到冰层睡 所以其实 那个感情应该是古早的时代就有了 甚至你看看罗马 罗马在五贤君的时代 最强大的时刻 那皇帝 后来都不是穿过 让他们儿竟然 有时候都是穿过一项 亲近的人 亲近的人 那个亲近的人 大家可以想看看那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关系 你如果看希腊时代的学生和老师之间 你就差不多知道 他们流行一种就是 所谓的美少年之恋 有 PV 那個年輕人找一個老師 老師會教他人世間的一切道理 那包括就是戀愛是怎麼一回事 甚至是球偶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都會有去實習這樣子 所以那個官在古早時代其實就有 但是跟我們認定的說 彼此雙方是為財產啊 是因為為來這個法律頂端的地位 還不少少少 那個時候在中國 特別是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看你大 所以我要做什麼都可以 我要試看看 甚至說我好奇我就要來跟這個人接近 所以你看後來漢條很多方法 都是看那個男人老穿我 甚至你說生在演奏 他就來取進公衆 做回奏 那意思是用什麼名義叫你來用來奏 總要有一個名義嘛 那個又不能用妃子 還是要用什麼名義 用就是我不知道 頭銜對不對 差不多兩種 第一種就是黃門郎 因為古早漢條的時候 他們在皇帝住的地方 那個門都會漆成黃色的 所以黃門郎就是秘書的意思 就是說他在中間地教公文 如果那些皇帝有這麼多這個機會 所以就是也是有進來做事 有一個工作的頭銜就是了 對 甚至如果比較正式的 像說這個人啊 他還會受贈 他還會有靈力去控制政敵的問題 他就是大司馬大將軍 但是你的意思老師 不是說大司馬跟黃門郎 全部都是皇帝的晚伴 對 不一定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他們就把它放在這些正常的職位裡面 但其實放自己的親密伴侶 對 有這樣子的紀錄 是 那如果到面簽的時候 面簽就有兩大事 其實這些地方對這種 男性之間的愛情 你看我到接受的江南地區 其實都可以接受 特別是那些經濟好的地方 那你如果那個想 在冰島要賣王的時候 有一個文學家叫張戴 張戴就是下一個陶安夢議 他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大花園 他在前半輩子都過著那種奢華的生活 這種東西我們是應該先要改動的時候有太過 我都沒有印象 我們國中的時候 國文科可能有太過 你的國文有 我那時候可能有 可能有 還是我已經有老到沒了 沒有重要 總而言之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對 應該大家會去一篇文中 在做狐心亭看學 說他們家有一個黑 那個黑中間有一個 狐心當中有一個亭子 那個下雪的時候 哇上下一白 然後他就泛舟到那個地方去 他家裡有多大要泛舟這樣 對 對 他最有趣的是在 那個冰條要泛舟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文中 在悼念大家這世人做對做不對的事情 他就是自為目之明 自為目之明裡面就寫著說 他這世人最愛的東西 好茶好菊 就是他對淋汰的事情他真有顯示 吃感冒這件事也真有顯示 這樣 後面就比較奇怪了 好美妾 他很愛那個漂亮的女兒 真的好奇怪 這正常啊 後面這個就很不正常 好聯同 喔 聯同就是你講的同性 同樣男性的 其實是有性關係的伴侶嘛 對 對不對 阿彭先生喔 你不只是為這種 文人士大夫來的頂級的這種人的 文章來的可以看到 你其實如果在看精品媒 你也會發現喔 西門慶雖然帶很多母子 沒有錯 但是西門慶去清爐的時候 他也會找女兒的 清爐也有女兒 是 那就是 明清兩代在那個交替之際的時候 他們對性這方面其實是很開放的 你再想 怎麼是在陸地上都是這樣 還到海上那種無法論的館的地方 還是什麼 你屬於說 海上 你今年有說 那個航海啊 或是水手之間 是 因為可能船上沒有女人嘛 對 對 阿所以這個總控的 又越來越破片 阿所以我們看到的 以前 我們今年有說過 說正成說他們爸 為什麼就太遠道了 因為他們在遠道那是很陷 我看他的那個 很多種椰食筆 因為小時候 小時候 在外面在擠頭 在玩那個蛋弓 阿不然是他用蛋弓去打到那個動作的館長 館老爺 館老爺很神奇的 你跟想你 既然是一個市長還是館長 你車開到一盤 有人用壓球抗到 對 你一定是把車窗搖下來 就開始跟他們嚇 你一定是很神奇 但是那個館長竟然是 樂教他看到鄭之龍 看一個驚為天人 說此子必封猴 說這個小孩大小孩 一定是封公猴博子男來的 那一盤猴爵的位 他是要看臉上 對 你也不能這樣說 也不能說這是筆記 就是後來的人 在看鄭之龍成功之路 要給他一個總結 就說他就是 因為這支臉書 就是太成功了 但是臉長的帥俊美 跟後來會成功 應該兩回事吧 對他沒有一個直接關聯 但是你如果想到 他的當書 他的當料 看他那麼成功的時候 幾幾幾幾都有些嫉妒之心 所以就會寫這種東西 他其實有兩個面向 就是說一方面也是在誇獎他的美貌 講他長得很帥 而且另一方面 你要想中國以前的文人 最過分的就是錢太子 因為錢太子 他說你就是自己花瓶 對 所以你看看 像說後來的公正之龍 跟他的老闆有關係 那也是文人下來的 他在筆記上面就寫說 這個之龍年少交好 年輕人很英雄 以龍陽士之 用龍陽之癖的風神 去服侍他的老闆 龍陽之癖 這個龍陽 名詞來自於戰國策 龍喔 龍 會不會飛龍 不會像天的那個龍 陽是太陽的陽 龍陽之癖是因為戰國策裡面有一個龍陽軍 他對他的為王 就是用男同性戀的方式去服侍他的 所以後來的人都引申到龍陽之癖 就是男男之癖的關係 老師你們真是學術 學士元博 龍陽之癖 今天大家上課我們為大家 登登登登登 學到龍陽之癖 就是這個意思 是 好 但是屬實上喔 我們還是回歸史料來看 就是說 這個鄭之龍真的就是同性戀 是說他真的使用這種風神善衛 我沒有這樣看 因為後來鄭之龍 他是跟他們阿姨 做到澳門這個地方 有西班牙語 有荷蘭語 甚至他有一個大家的教名 叫Nikolas 你想那個時代的人 跟我們人一樣 都有一個英文名 一樣喔 他一定跟葡萄牙人一樣講得上話 跟西班牙人能夠溝通得上 所以屬實上 他在海盜子一團的地位 是靠外語能力的事啊 所以這期一定要讓很多孩子聽 演藝很重要的 不可能沒有 對 2030都被奔送於國家 對 所以 其實他的上位應該跟他的 東文美貌就是相輔相成嘛 你今天有這個優勢在的 還有加上你到你後天的努力 當然是水長傳告 好 對 我說老師說 這很趣的這些資料 其實 當時我們要請你來講一段 對 是因為你面前有什麼 大家現在還在那邊 什麼排斥 統治或什麼 其實是蠻奇怪的 蠻奇特的事情 就是說這並不是一個新的世界 有很多人說什麼 現在怎麼 從時代變成這樣 不好意思 沒變 所以老師要告訴你 歷史很重要 就是 這是一個從以前就存在的 應該說它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 會存在的現象 所以才會 你剛剛已經上推到 明 明朝 神經漢朝 漢朝 漢朝 漢朝更早以前沒有這種紀錄嗎 其實也有 以前說 我們之前有說過 那個詩巾裡面在說 直子之手 與子偕老 對 我們剛剛說直子之手 與子偕老 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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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夏後人結婚的身影 對不對 對 那屬時上那是兩個男的 他們要出去相戰 要相戰之前 彼此之間互相祝福 也是一種 對彼此的期待 說 意思說不要暫死 然後我們一起 活到老這樣 沒錯 好感人喔 所以 沒有啦 啊戰友而已 你來說人家BL 人家就是戰友啊 難道這是同志之愛嗎 其實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感情這個東西 你很怕一刀切 就是說 他們都一根直子之手啊 這是 那用我們的眼光來看 兩個男朋友在他出看出 他們就是同袍之間的關係 你會覺得 好像怪怪 但是有時候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你本來就很怕說 我要怎麼去定義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為什麼小孩子 兩個小女生 很容易手牽手 兩個小男生 不太手牽手 可是幼稚園 其實都會啦 只是到小學裡 你就慢慢地發現說 那個社會環境 或者是賦予我們的 那種責任義務不一樣了 然後那種氛圍 就會慢慢地塑造出 男生跟女生的不同 那老師你成長的過程中 有這個過程嗎 就是男生 不會跟人家手牽手 不會隨便跟男生手牽手 蘇石兄有 就是我 好因為我在幼稚園的時候 就比較那個一點 就是聽說啦 都後來聽幼稚園老師講了 說那時候我差一點被人 退班是因為 他們中間不是有那個午休時間嗎 然後不是大家會睡覺 然後我有辦法在睡醒的時候 老師發現我左邊牽一個女生 右邊牽一個女生 然後老師就覺得你到底來做什麼 你自己記得這個事情嗎 對因為我自己已經忘記這個故事了 但是身邊就是有人會提醒我說 你小時候就沒什麼乖了 所以我自己在書上面才說 我是一個還蠻叛逆的小孩 曾經被定義成這樣 蘇石兄後來你就會知道說 身為男生你無論是牽女生的手 還是牽男生的手 不管都不太好 我覺得我比較沒有辦法感覺到 你剛剛講這一段有不太好的意思 你基本上就是我們問你 是不是不跟男生牽手 你很委婉的回答說 我沒有再跟男生牽手 我女生的手都牽不完了 這就是你剛才的意思 很好 我們讓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老師喔 我來引用一下你寫的東西 是 你提到一些像社會議題 你說例如 現在還有原住民歧視 對 跟同性戀的歧視 你覺得這個東西 從歷史的角度 有看思考這個事情的一個方法 是 那你有提到說有些大學生 現在其實我們想像大學生 應該觀念很多元很開放 好像也不是是不是 對 據說你在教書 你有接觸到大學生 對原住民跟同性戀 還是有歧視 你是怎麼發現他們有這種概念 你也會說 他們也是用這些東西來開玩笑 你其實要去判斷他 有沒有把這件事情當成是 值得歧視或值得嘲笑 就看能不能平常在講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是用什麼樣的態度 像說 他們在講 摩咪人 他們不喜歡這個人的話 他們在講那個人的行為很假的 不是很假的那個意思 而是指說他就是 他跟男生之間的那種關係 或 講他很娘 現在還會講人家很娘 還是會啊 就是說 這個人 他可能換一個詞彙 像說那個人很C啊還是什麼 哦 你也是聽出來說 他們其實屬實上就是用這個東西來講這個人 他們不敢 所以像剛剛那個就是一個對男性的一個比較 假設說他有比較 不符合傳統男性的特質 比較陰柔啦 還是 比較好像女性的氣質 就會說他 對 好像比較奇特 或是不一樣 這種觀念還是 存在在年輕一輩裡面 蘇西雄 那我是覺得說 台灣這個社會如果把這些議題全部避而不談 你就假裝說他不存在了 就很像 我們以前有講過說 省級問題是多多少少還是有 對 可是你完全不談的時候 好像是在幫這一切擦脂抹粉 但屬實上那個問題根本是不解決的 我告訴你這我想到現在的事情 就是以前的時候有一次 記者會嘛 是 然後 我那一次就覺得蠻特別的 那天記者會 你知道那個記者會上面上面做一拍 有一段時間全部都是男性嗎 應該說一直都是 那幾位偉大的男性 是 然後有一天他們全部都戴粉紅色的口罩 是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覺得 有注意到今天都是粉紅色 原來那是說 有 好像高中生吧 那時候是排隊領口罩 你不能挑顏色 不是自己去便利商店買 可以挑花色 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就有男生反應說 領到的口罩是粉紅色的 沒有辦法戴 對 所以那時候的部長就 帶頭出來 全部的就是 部長啊 什麼啊 這些什麼指揮官 全部都是 部長就是指揮官啊 就是說他 周圍這些人 全部都是戴粉紅色 是 然後告訴大家說 男性也可以戴粉紅色的口罩 對 可是你知道我聽到的時候 我很震撼 我震撼當然不是說 男生也可以戴粉紅色 我說說這還需要講喔 對啊 但所以我才很驚訝的發現說 天啊 原來高中國中的男生 到我們現在還在覺得 被人家認為戴粉紅色很娘 會很丟臉或怎樣 即使在防疫的時候 一個口罩一照難求 都還在計較顏色 你看這是這麼深的一種成見 沒錯 所以這個為什麼老師會說 他覺得應該回到歷史來看 這事情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沒錯 那原住民其實我也覺得蠻驚訝的 就是 你也有看到有一些 原住民被當作特殊族群來對待 所以其中你可以說 他們在說這個原住民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提到就是 他們為什麼可以加分 所以 你知道1.35這個梗 就是說他們可以加35%的分數 的這件事情 他們可以非常廣泛的運用在任何 可以嘲笑原住民的機會上 所以說我不想去怪年輕人 就是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真的是在不懂的狀況之下 會去講這些話 他反映的有時候是 家庭賦予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過於苛責 國高中生 好像反而把他們往另外一個方向推 但我要倒過來的是說 台灣社會是在往前進的沒有錯 可是如果每個世代之間 他們有一個好的溝通 我們變成說二三四十歲的我們 這群所謂的台灣覺醒的一代 我們這個世代在解嚴之後 我們不但是對於自由人權有了更多的想像 然後對轉型正義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們對性別平權有了很多的觀點 我們對原住民懂得理解跟尊重 但有沒有發現這一切都是我們這代人 我們同一代的 我們這代人是覺醒還是不對 但是後一代咧 前一代咧 我們的溝通足夠了嗎 他們真的跟我們接受到的資訊是對等的嗎 欸等一下你說這樣這個嚇人了 所以上一代還沒覺醒 他們有一些比較保守 或者不能多元 我這樣講 不能多元的概念 這我們可以理解嗎 假設你說到這一代才覺醒 你說後面更年輕的一代 意思是覺醒了之後還會再昏去喔 試過之後還會昏去 其實這就是我一直希望 下台灣的數位先跟大家說的一個概念 我們都覺得說民主自由到這裡 不會倒退啊 不會退轉 不會退喔 這錯的 其實是錯的 特別是現在很多研究在說喔 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 就是由於90年代開始 變民主的這幾個國家裡面 最有可能倒退 甚至變成特例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台灣社會 為什麼 你不要微言聳聽喔 這當然不是微言聳聽啊 為什麼 其實第一個是說 我們剛好在一個資訊站的前緣 可是台灣的地位 一代為冷戰依賴都很特別的 我們就是在這個第一島鏈上 那另一方面 它其實也是民主跟獨裁兩個體制的 對抗的一個交鋒點 是 啊我們數是上我們長輩 他們所受到的那個教育 或他們成長的年代 他們見證到雖然沒有自由沒有錯 但是經濟真的不錯啊 所以你也發現說 台灣好像過一段時間 就有一次人出來跟我們大家說 欸這太自由了 這太民主了 這太亂了 你們現在變成這樣 都是因為自由 所以這個循環好像是一個思潮 它就是不斷的在一個循環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很有趣就是 我們的年輕一輩 他們實際上在這種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們沒有感受過獨裁之惡 但他們看過民主之亂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上 可能會去接受這樣的一個詮釋 就是說 欸我們現在很多的問題 都是民主自由 醫療比較有的 所以 我其實也想要透過歷史去跟大家講齁 台灣社會很喜歡貴谷建金 講說以前 以前多好耶 其實是說 以前跟現在跟未來都一樣 都是很多問題 都很需要 彼此去瞭解 甚至都很需要溝通 那如果是有一個世代失去了溫柔 或失去這種包容之後 那世代之間斷絕的溝通 那你後一個時代可能會很危險 對喔 所以我是這樣感覺 有待會兒再討論時事齁 齁 不管是什麼人都可能會幾百歲抓起來 但是我們如果是來講故事講烈數 我們就可以比較冷靜下來 你說的這個我非常感想 有什麼喔 你說的那個 無關是民主還是任何多元化 前進進步或是打開的概念 都有可能在退轉 對喔 你如果想像 你說伊朗 對喔 這些國家 你不常想說 那邊一直都是這樣的狀態 對喔 欸你去看一些歷史的紀錄 其實就在幾十年前 嗯 他們是不用戴那個 面罩的 面罩 然後也是很時髦的啊 對 然後跟大家一樣 在那邊玩嬉皮啊 或什麼 對 可是當某種東西取代了之後 就是全部都 對 退回到一個很保守 甚至某一群人來專制獨裁 甚至是霸權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不可不引以為見 你剛才說的 所以你才看到大學生 竟然還有歧視原住民 跟歧視同志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觸目驚心啊 對喔 因為這就代表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你如果看到你 你爸爸 我說如果是你看到你爸爸 你媽媽那一輩的人 有這種歧視 我們還可以想說 啊 現在已經慢慢在開放 但是你看到 比你更年輕的人 或 你身為老師 看到你的學生 竟然想的是阿公那一代的想法 說你真的很煩惱 當然我不是說阿公那時候的價值 有什麼不好 我純粹指的是多元開放這件事情 那你說這個很有趣 你知道女性或者說性別平權 現在一直在談這個問題 對 像很多現在比較先進的女性主義者 你知道以前講什麼 要平權啊 男性有的權益 女性也要有 對 這些話題現在其實不太流行 對 你知道現在流行什麼 現在新的女性主義論述 關注的是什麼議題嗎 這我不知道 我跟你說的是同步的 關心倒轉 關心有更多的年輕女性 認為是自己的選擇 可是事實上他們的選擇是盲目的投向 一個以前在沙文主義之下的價值 就像你說的 你剛才說的很好的 年輕的一代可能沒有接觸過獨裁之惡 所以他們看到了民主之亂 然後他們就往那邊去 那像現在你可以想像現在的女性當然很辛苦啊 對 以前男生做的事現在女生也要做嘛 對啊 你不在探集嗎 對啊 雙新家人 像你知道我們歷來節目 被點閱最高的一段是講AA制的 你知道嗎 好 所以你看 以前男生負責的經濟 現在女生也要負責 但是以前女生負責的也還是女生負責 你還是要抓住男生的位啦 然後你還是要打扮漂亮啦 你還是要溫柔的特質 這些其實都沒有減少 沒有人規定你這樣做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有這個的話你還是吃香 所以現在女生很忙嘛 很忙怎麼辦 家事也要做 班也要上對不對 那你想看是不是很多人會去擁抱一個以前的價值 就是說那我專心當家庭主婦 然後我還是回到我的 像最近有一本書很被討論 就是日本的那個女性主義老教授 尚野千賀子 他跟一個年輕女性的對話 叫做始於極限 在這裡面這個很年輕的女性就去挑戰她說 女性為什麼不使用身體的資本 意思就是說我如果性感美麗 我用我的身體就可以換到 男人給我錢財 為什麼我們不使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也是在自我物化的一個過程 可是他覺得這不是自我物化 你看你就進入他們的對話 他們就這樣對話 然後那個可能老的就說 這樣是物化 年輕人說物化的意思是被人家用 我自己拿出來用 是我自己用我自己不叫物化 我是主體啊 為什麼我不能拿出來用 就是他在討論說 女性可不會用身體的性資本 然後你就看這中間很多很多的過程 然後那個教授就上野教授講的是說 他還是認為要小心這件事 因為他認為 這叫問歷史老師啊 他說所謂的資本 像資本主義講的資本 所謂的資本 哪有放在那邊 越來越少 然後要去討好別人的 資本加資本握在自己手上 對 他是可以去擴散的 對 擴張他要的東西 可是你說的女性的這個身體 用身體的吸引力去交換東西 第一你放著 你每天每天這個資本會越來越飽 衰退 衰退 那這種東西根本就不符合 在經濟理論裡面的資本論 那他們是會討論到這樣深刻的東西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深刻的東西 我自己其實是在看 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會覺得說 那就是男人像男人 女人像女人有什麼不好 因為他們沒有藏過 被當第二性對待那種 那種你爸爸養你的時候覺得說 你就不好 不然要嫁人 所以如果我只有一份錢可以念研究所 就是弟弟念研究所 你就畢業去吃頭路的話 他沒有體會過這個事情 他會很輕易的說 那女人就做女人的事情就好 然後我很喜歡持家養小孩 我為什麼要跟男人去拼鬥 我覺得講這句話的時候 要很小心那個退轉 不要退到什麼時候大家都要戴面紗 這真的很可怕 就你剛剛講的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開始在多元的價值上 往回退的話 不是不可能我們又失去我們的民主概念 是啊 所以老師也是用心量苦 是啊 我覺得其實 基本上在下的時候 我也很希望可以讓很多台灣人 可以知道這件事就是 我們其實在面對到一個是前所未有的新變化 怎麼說呢 我們從工業革命以來 我們的那個經濟產值是突然間這樣子上升的 你想想看整個工業化以來 人類的道德規範 人類的法律 已經有多少改變了 現在我們到21世紀 面對到更可怕的一個東西 叫資訊量的爆炸 你看看以前的 很小的人 只要看四書五經就好了 這多少東西要看 對 那不要看 那不是都要用的時候再去 滾過滾過 滾過就好了嗎 是啊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這個問題 是以前的人可能沒辦法給我們方向 沒辦法來 我們要進廣告之前 問大家一下 你們記不記得 在某一個年代以前的人 有看小叮噹 某個年代以後叫哆啦A夢 是 大家記得那裡面有很多的法寶嗎 對 有一種叫做記憶麵包 記憶吐司對不對 記憶吐司 我們等一下回來講 好 溫先生 你是叫哆啦A夢 對 年人 溫頭做小叮噹 是 記憶吐司是 做什麼用的 大雄來要磕齊的時候 沒有要磕磷鴨蛋 這個哆啦A夢 就會把他要背東西 叫他用記憶吐司 Copy下來 吃下去就 就去掉了 吃很簡單 要用腦很困難 所以吃進去比較快 對 我跟他說 有一個小朋友 說到那個哆啦A夢 為了跟小朋友拉近距離 他說阿姨也知道喔 小時候有看那個喔 然後他就說 我喜歡什麼法寶 我都講記憶吐司 我覺得我們都經歷過那個年代 就是要記的東西很多 所以就很想要記憶吐司 我就把這些東西記進去 我為什麼現在突然講這個 不是老人胡言亂語 是因為你剛剛講 資訊的量暴增多少 對 那個小朋友很困惑的看著我 在小學五六年級 他說 那個 阿姨你怎麼會喜歡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很沒用 對 為什麼 我就問他為什麼沒有用 他說 怎麼有可能吃那麼多吐司 你懂嗎 我覺得 我會不會覺得 小孩子好辛苦 你想想看 你說現在資訊量有多少 以前我們就會幻想 我把所有東西都印一印對不對 對 你世界名著有幾本嗎 我給你印印 哇 我也可以寫書很棒 我都吃下去就好 我跟你講抱歉 現在的小孩 要一片片麵包這樣印的話 他吃死了 真的沒有辦法 胃都脹破了 他還沒有辦法吸收 所以你說什麼 咕過咕過 Google 才是解決之道 這就代表 他們現在面對資訊的方法 跟他們想像如何自處 完全不一樣 所以大家也要體會一下 真的要有一些體諒 現在 為什麼他們有些想法會不一樣 好 那最後這一段呢 就是要讓老師說一下 有一段你寫的很專業 是是是是 你說如果大家還對原住民跟同志有歧視 那應該要回到歷史上可以看一下 你說 呃台灣海賊BL 就剛剛稍微聊一下 還有原住民 你說他們很早就國際化 對 而且具有歐洲封建式的部落特色 是 這是什麼意思 哦呦 這就很出別的威力 我們談到其實有說到 說鄭之龍他們這種海賊 雖然每天過的是那種刀尖舔血的很危險的生活 沒有錯 可大家有沒有記得我剛剛講一個怕的是 欸他們弄得外語呢 他們外語能力都很流 那某種程度上面他們跟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那種貿易體系 那是掛造好的 可是這也是因為我觀察到 欸可能台北都會區的小孩對學外語不會很排斥 啊但是你如果到中南部 甚至不用到中南部你到東方就好了 到東方比較偏遠的一些鄉鎮區 你會發現說他們家這種外語 學習能力的那個熱衷的很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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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喔 資源可能沒有那麼多是不是 對 而且跟他們接觸到的環境也有關 啊你想他一天的生活圈裡面多少人會有用意 他認識外國人看不到 對 我那頭應該看很多吧 喔他們看得到的可能 對也是很多 但是他們不會去主動跟他們有自動接觸跟交流 啊在台灣也說到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台灣後一個世代 剛才一個新的問題就是 欸這也是好啦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協議跟新的DNA進來 就來自於東南亞的這個新的新居民這樣子 新住民 所以從今年開始我記得新住民的比例 其實已經開始慢慢要超越原住民了 啊等於說 未來我們台灣的這個人口結構的 更越來越精彩而複雜 但是 如果台灣人那種本位主義很強的話 我認為在接下來也會有一些新的衝突產生 喔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會變成更多的族群中間的分爭跟分裂了 對 這不是一個樂見的現象 是喔 但是因為台灣的 你這樣講 我就懂你為什麼會講到歐洲啦 因為歐洲是更早就被迫接受有各種血統的人生活在一起 是 那美國因為是移民國家 所以他一直也都是把這個視為必然的 他們要接受的社會的情況 是 但是台灣相對比較單純一點啦 對 所謂的族群之爭也就那幾個 這樣子 但是慢慢的會有更多新的局面 是 新的局面 我剛剛首先我們要有一個 我們要有一個先理解的點就是說 白人沒有逼人比較傻 白人沒有逼人比較壞 原住民我會寫到他們國際化這一段是說 人家在十六七世紀就會使用羅馬文書寫他們的新港文 然後他們那個年代他們所謂的長老制度 那就是荷蘭的這個殖民者來到這邊之後 他找了部落裡面其中一個人來當長老來當代表 每年召開南路北路大會 我們就大家從四面八方來到我們熱蘭哲城 然後來開會討論這個部落 是很先進的政治制度 很先進的 好像現在的公司 分公司的總經理要來開會 那種感覺一樣 可是人沒有逼人比較強 我們沒有逼白人更厲害 我們既然都已經來到台灣 其實同島一命不應該只是在疫情期間 大家有這個共識而已 這是未來台灣無論是處於資訊戰也好 還是剛剛我們提到的這種 會不會往後退的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都要一個共識 所以我找來裡面現在寫了一個片段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去醜話說老一輩他們的信仰 像說我2018年的時候我有去問過 曾經的廟墊 那種老人問說 你們這樓為什麼不停人 那個通信電的婚姻法案 他們一開始都沒什麼話你講 但是你跟他 故意跟你說出一個 我感覺很差別的一個概念 他們那個時代的人 都很希望我們可以生的孩子 對 因為有孩子比較有幸福 有幸福以後 他有辦法去把他的祖先交代 你看看 我們都是後繼有人的 所以他們對那個死後世界的想像是覺得 我們的祖先都在那裡 如果到你們這一代沒有了 我怎麼去跟他們說 所以我們如果是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宗教 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時代的一個價值觀的位 不可能在第一時間裡面雖然達成共識 但是彼此都有一個默契 或彼此都有一個理解的基礎 我相信我們社會在討論很合議題的時候 不像在這陣子路上一樣 哇那個驚畏分明 然後各種彼此的互相醜話 然後彼此把彼此視作敵人 然後忠誠不絕對等於絕對不忠誠 在同一個陣營裡面也有出現自己的健康 我也要跟他們說這也不是我們台灣這樣而已 其實全世界日本路的時代來的 都是極化現象 都是陣營之間壁雷分明這樣 只是說台灣比較特別 我們處在一個很獨特的這種地緣政治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果是分裂成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很危險 我一直都覺得說 討論現在的職業議題畢竟還是跟我們切身相關 只要切身相關就一定會稍微激烈一點 但如果我們回去看自己的列數 你會發現說 這四百年來的其實都一定在想法 彼此找到一個生存方式的 生存下去的方式 然後大家都在找那個NASH均衡點 那時代他們付出的代價是邂鬥 是很痛苦的 是彼此之間留下的仇恨 經過那麼多百年下來 我們現在有朋友有自由 有那麼多溝通的方式 難道我們還要重蹈覆測嗎 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特別安排這個專題 來讓文成老師好好發揮一下 來發揮一下 那個一粒百優姐 持續受到大家的關注 謝謝謝謝 那真的很開心 如果有一些年輕的朋友可以聽 那就是對於這個歷史裡面 如何看到新的希望 對 其實很多就是以前存在的事情 會讓我們知道一個事物 它應該要有的合理性 對 對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些主題 大家可以持續再關注 那也可以多一點的想法 最後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之前你來 我們都盡量用台語來講 你知道我們聽眾朋友 這種朋友很熱情 對 你看上次我們去用糾正說 對 我們一樣說幾層 做成小雞的雞 我們有更正了之後 就有人很高興說 肯定我們有更正 但是他說我們說 講過 講又講不對 但是我有去問 因為我們以前講講講講講 但是我有問人人講講 開講 講這個 你真的要講講講講 然後 都可以 有人說都可以 但是有人跟我們說不對 我們就再加上一個 重點不是不對 重點不是說 很多人這個 身為台灣人不會講台語 所以大家都希望老師 還有年輕人可以繼續努力 沒有問題 下一次請你回答一下 有一位聽眾朋友問你說 你是怎麼了解到台灣 400年來真正的歷史 你去哪裡 其實這個聽第一集 我有稍微問到 他說 台灣的大學歷史系或研究所 就有交真實的史實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當時有問你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沒有學到 你去哪裡 學生 所以可能這個我要講一下說 老師是學財政 但是他自己是後來有去念歷史 然後有去找這些東西 所以還是有管到 沒錯 接觸我們的 真正的歷史 講真正的歷史 真的很複雜 歷史很難有一個真正 好 謝謝文成老師 祝福大家 謝謝醫師 謝謝大家